跡象於下星期出訪北京的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在布魯塞爾的一次演講中表示 在過去幾年歐盟與中共的關係已經變得更疏遠更加困難 歐中關係已經成為世界上最複雜和最重要關係之一 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對歐洲未來的經濟繁榮 和歐盟國家的安全具有重要的意義 他表示 現在談論與中共脫歐是不可行的 歐盟需要與北京接觸 但必須制定一項戰略以降低歐盟對中共的依賴 如何平衡歐盟與中共的關係至關重要 他又指 當前的歐中關係非常不平衡 歐盟越來越受大陸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扭曲所影響 需要捍衛自己的安全和經濟利益 就必須在透明 可預測 和護衛基礎上 重新平衡這些關係 奉德萊恩坦然 歐盟與北京之間近期在一系列的問題上明顯惡化 包括台灣問題 中共對新疆維吾爾人的鎮壓 以及歐盟就中共成員國立圖院進行貿易限制 而要求世貿組織裁決的爭端等 奉德萊恩又指 北京當局在烏克蘭衝突中的立場 對歐中關係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他認為俄羅斯必須撤出烏克蘭 以維護烏克蘭的領土完整 其他任何鞏固俄羅斯吞併烏克蘭領土的和平計劃都不可行